欣赏动漫魅力聊不你的心弦 大家好 欢迎收看女神聊电影 男孩一人独居小洋房 结果出现了许多的怪物 但是他却用一招就全部解决 故事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狂昏的阁楼里 男孩乔治打开了一个八音盒 里面放着一张摩天轮的照片 之后他开始在纸上写写画画 在拿出自己最爱的玩具熊之后 他打开了白布之中 还没有完成的摩天轮 然后继续完成上面的工作 在一切安装完毕之后 他拿出了盒子之中 珍藏的圆盘 把最关键的零件装在了摩天轮上 可是圆盘太长时间没有用过 根本就装不上去 不管乔治如何努力 圆盘都没有办法归位 生气的他 把整个摩天轮都给摔散架了 而圆盘也管到了床下 但是乔治心有不甘 他起身到床下拿圆盘 可是圆盘却不见了 就在乔治想是怎么回事的时候 墙上的照片突然掉下来摔坏 这可是自己和父亲唯一的照片呀 就在他伤心的时候 照片上的人消失了 惊吓之中的他连连后退 却发现身后有异样 转头他就看到一个怪物 在角落里面死死的盯着他 乔治吓得立马跑出了房间 捂上了眼睛 突然走廊的彩灯自己动了起来 他仔细观察之后 发现这里也有怪物 他本想小心的溜走 却不想踩爆了一个彩灯 这成功的引起了怪物的注意 就在他跑到二楼的时候 却发现更多的怪物向着这里袭来 一时之间 他竟然不知如何是好 因为其他的房间的怪物也都围了上来 他们一步步的逼近乔治 最终 他们逼着乔治 慢慢的来到了房子最上面的阁楼 半路上 一只怪物正在摆弄留声机 他发现乔治之后 张开了恐怖的大嘴 但是 他却是一只没有心脏的怪物 可是乔治没有空想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因为其他怪物离他越来越近 于是他飞快的跑进了阁楼 把门反锁了起来 可是门外的怪物很快就破门而入 乔治吓得往里面的角落推去 但是怪物们并没有因为他害怕而停止行为 甚至想一拥而上 把他吃掉 乔治在惊吓之中大叫了起来 响亮的声音震碎了玻璃 就在趴在地上痛苦不堪的时候 怪物们全部都停止了行动 而那个圆盘也滚落在了他的面前 看着已经破损的圆盘 和站在自己面前的怪物 乔治缓缓的站了起来 往怪物的方向走了过来 而怪物们也为他让出了一条路 让他来到了怪兽老大的身边 而这个老大正是那个没有心的怪物 他拉开了一个更大的摩天轮 而摩天轮上面挂着很多乔治和爸爸的照片 然而这个摩天轮上正好缺少一个圆盘 看着这个被遗忘的摩天轮 乔治低下了头 在经过思想斗争之后 他把圆盘放了上去 瞬间摩天轮上的彩灯全部亮起 秀极斑斑的地方也都焕然一新 当他转动摩天轮的时候 上面的照片有序的飘到乔治的眼前 看着自己亲手修好的摩天轮 乔治激动不已 原来摩天轮是父亲教乔治做的 但是父亲却意外的去世了 看着再次转动的摩天轮 乔治仿佛看到了爸爸在自己身边陪着自己 而身后的怪物们也似乎都得到了救赎 慢慢的消失了 其实这些怪物都是乔治心中的孤独怪 当父亲去世之后 乔治就活在自己的感情世界之中 他一度封存于父亲的记忆 但是他却忘了 接受现实才是治愈痛苦的良药 而且接受现实并不代表忘记 而是让父亲永远的陪着自己 感谢收看本期视频 喜欢不要忘记关注转发哦